現在老師有了這些這個新的課程之後 我們就來看怎麼新增所謂的教材 單元的教材 你從這邊按一下 有沒有這麼多教材類型 就是我們剛剛那邊看到 那萬一這個主題要變 比如說你剛剛國語文弄錯了 可以來這邊有沒有可以修改編輯 或者刪除或複製都可以 我們先從這邊 我先問一下老師 如果你平常有看到不錯的影片 你都怎麼蒐集的 有沒有把它下載下來的 最簡單的是加到我的罪愛嘛 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你的後宮加力三千 但是不知道多少人跑掉都不知道 你的我的罪愛沒有很多 都已經已經遺失了嘛 你有從來 你每次都看到喜歡就捏起來 放在那邊 從來都沒有回頭看過 還有沒有在那裡 我的罪愛有沒有在管理 即使你有用資料夾管理 其實也常常都會找不到對不對 所以說這樣當然不是很OK 那有的老師另外的方法就是 我把那個連結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就在我的秘密基地裡面 把它註記這個上課 哪一堂課可以用 對不對 有的更進階一點 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但是這樣都有點麻煩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法 有 我們來找一下好不好 假設 我要加入這個 可以嗎 假設這段影片我要加入 你只要把網址給他就好了 真的嗎 因為平常如果老師 你要加這段影片 你會做的應該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 要不要摳一下標題 要嘛 摳一下網址 對不對 要兩個動作 我們來看看用玩弄要不要 來 影片對不對 影片題 影片網址 把它貼上 有沒有自動進來了 他如果有說明的話 因為這個剛好沒有說明 哦 這裡有 這裡有說明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單元說明 不小心也自動進來 還是你覺得這樣還不夠 其實還有更快的呢 我只是先用標準方法而已哦 那這段影片 老師還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有沒有需要 一定要從頭開始播 沒有 因為有時候老師 我的影片比較長 但是我們這個課程 要講的可能是中間一段 你可以直接告訴他 我這段影片要從第幾分 第幾秒 播到第幾分 第幾秒就好了 他就不用每次都從頭 然後你就告訴他 同學我們這一次 要從第五分鐘開始看哦 自己自己轉 預備 這樣是不是快一點 嘿 各位有看到題目了嗎 哈哈哈哈 這是大家最關心的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題目 來這邊告訴他 萬一你要出題的話 我剛剛講過可以出幾題 隨便你拿 你就把題目打下去 然後你告訴他 我想要在第幾分第幾秒 出現這個題目 這樣了解的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選項 一 二 三 正解要告訴他 好嗎 可以複選哦 哈哈哈哈 複選就很多同學會倒了吧 對不對 OK啦 就這樣 存檔 有沒有這題就進來了 你就可以第二題第三題 好 所以其實彎弄的好處就是像這樣 那我好了 這裡呢有一個 叫做完成指標 完成指標 你 老師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剛剛在看教材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他有的那個圖是一個人在跑 有的是綠色兩個勾勾 那有什麼差別 兩個勾勾是說你自己打勾完成的 這是一種 一種情形 第一種第二種情形是什麼 你有通過我指定的 比如說這個影片你有看完百分之九十八 你只要看超過那個時間 就表示通過了 那如果同學 剛有講的 如果同學他就自己打勾 我完成了 那你應該知道去哪裡看他 到底有沒有完成嘛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影片 他到底看哪裡可以看的對不對 那這樣誠不誠實 我們就會很清楚嘛 所以這個有那個完成條件 你就要看看儲存 這樣有沒有一個教材就好了 是不是很快 這是第一種 用標準的方法 而且你看 他沒有幫你把縮圖就自動抓進來了 影片裡比較沒有 就通常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像這樣就進來了 那第二種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覺得 這一個文章還不錯 你會怎麼做 我們剛剛是影片嘛 可是老師有沒有 你的教材是來自網路 上的文章 有 有 那平常各位應該也是那件事情 標題複製一下 網址複製一下 對不對 或者內容再複製一下 但是這裡一樣不用那麼麻煩 網址 控制加息就好 你看 你看新增網頁 你就告訴他 你的網址是哪一個 有沒有自動把你抓好了 還不小心可以直接在下面預覽 你看看 這樣有快一點嗎 很快 但是呢 因為他不是影片 所以這邊可能就是你自己判斷 比如說他預設是一分鐘嘛 當然這個 這種看了幾分鐘就很難很難去拿捏啦 所以我就按儲存 那其他題 問答題啦 這個其實差不多 但是呢 網頁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剛剛有提過就是 OneNote是跟雲端一頁是不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老師你的是 比如說Office的檔案啊 不管是簡報啦 Word啦 Excel 還是Google的文件 PDF 或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其他的 點下去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好像有點熟悉的圖示 有沒有 有 這個就是直接連結到你的原端印點 但是呢 因為現在老師的帳號很多是用什麼 用訪客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直接跟他綁在一起 如果您不是訪客的話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您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 有一個叫管理雲端服務 你就從這個地方把按下去 先把你的這個設定好 你可以綁定也可以變更 也可以變更 所以不用擔心 那你設定好之後呢 我來這邊點下去 他就可以自動在你的雲端裡面去做搜尋 因為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功能 YouTube的影片請問是不是公開的 是公開的對不對 萬一老師你的資料我不想要公開 因為平常我們公開在外面不是只有同學看到 是全世界都看到 那你可以放在你自己的雲端一碟上 比如說你要找有一個文件 比如說找文件的 PDF好了 我找一個PDF 好這一個 那我這個文件我不好意思公開 也許裡面有一些就是我們講的有版權的東西 好那點了之後呢 你按選取 他會自動幫您的這個文件變成所謂的知道連結的才可以看 我們在雲端一碟公開的話 共用不是總共有三種到四種選項嘛 一種是完全公開就是連收訊型都找得到的 那我們不要那一種 我們要的是就是知道連結的就好 所以這樣的話有沒有他也把我們預覽在裡面了 不管是PDF啦Word啦那些都可以哦 你看我們在這邊如果是文件檔的 你看這是DOC的 DOC的 這剛剛老師傳上來的 所以選取 雖然他是Office的檔案 可是可不可以直接預覽 所以你不用再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什麼那個網頁的格式 沒那麼麻煩 以前老師在做數位調查 中間有一環其實我覺得一直覺得很不OK 是要老師學會做網頁 那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我是在教學我不是在學網頁 對不對 Office也是數位檔案啊 那這樣可以預覽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我就按儲存 這樣有沒有就進來了 那當然您也可以透過這邊直接調整什麼 就是他的排序 OK 所以幾個比較常見的新增的方法就像這樣 那投票啦這些應該都還OK 好 所以我就把畫面還給老師 您可以先稍微試看看喔 影片題啦 網頁的 給他一個網址 或是您的雲端硬碟都可以 但是雲端硬碟部分 如果老師您剛剛是用訪客的 這個功能 可能會暫時不能用 我記得要把握的 因為比較好 請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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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